走進布滿綠色藤蔓的隧道裡 沿著邊緣開始產土 沒多久 一根硕大飽滿的山藥就出土了 現場削皮試吃 肉質細膩 口感滑順 有別於其他產地的品種 我還沒鋼燼 沒污染 我這裡還有好酸好水 我現在鹽民山的山藥 是春節 味煮 因為你春節的時候吃起來是有Q Q的時候 它跟伯爐都不一樣 每年11月到隔年4月 是陽明山山藥的盛產期 台北市產發局特別舉辦促銷活動 請來餐飲業者製作多道山藥料理 像是紅蟳山藥板條 山藥佛跳牆等 甚至還有業者發揮創意 把山藥融入甜點 讓人看得食指大動 我們的鬆餅呢 是用在地的食材 山藥 米穀粉 還有豆漿 還有橄欖油所調適而成的 尤其它的一個配料更是非常的特別 它是用鮮奶油 還有用山藥 還有用白巧克力混搭而成的 吃起來甜甜甜蜜蜜的 感覺非常的適合 此外 產發局還配合市林區農會 舉辦系列活動 包括花博農民市集促銷 產地導覽DIY 及山藥時代饗宴等 要讓大家品嘗這秋季首選食材的好滋味 凱闊大台北數位新聞 由翔廷採訪報導 宣告